哈喽各位朋友,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 今天这集的影像素材是我们挪威邮轮之旅的第二天 带大家看一下部分的船上设施和餐厅 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条挪威峡湾的航线会停靠哪些城市和港口 顺便聊聊为什么AIDA的邮轮非常具有德国特色 以及德国人最喜欢的十条邮轮航线分别是去哪里 今年夏天我们和台湾的家人一起搭邮轮到挪威峡湾旅游十天 我们这艘船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在海上航行的日子 没有停靠任何港口 中间的日子每天都有停靠一个或两个港口城市 让我们下船去观光 我们在7月15号去了Belgen 16号去Galangye 17号停靠Odo's Nest 下午停靠了Mode 18号去了Tronheim 19号去了Olesund 20号去Eitfjord 21号停靠的是Saint-Travagnet 最后回到汉堡 这就是我们这十天挪威峡湾游轮的路线 我没有学过挪威语 所以刚刚讲的那些地名的发音不是很标准 这是从那个门上传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传后第一个看到的景象 有做那个指甲 这边的衣服有对折 那边有卖比基尼 然后有很多的皮包 围巾 衣服 50%的卖比 这个Ice bar 卖冰淇淋 还有Buffer 嗯 我已经闻到Buffer的味道了 老实说经过十天旅程 我已经不记得去过哪些城市了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峡湾 我从小对于出去玩的体会就是 一趟旅程的好玩 是人好玩而不是地方好玩 所以我不是很在意去哪里 因为如果是跟喜欢的人出去玩 跟好朋友出去 不管去哪里都好玩 我不是很喜欢一个人旅行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旅行有它的价值 因为一个人旅行是一个很好的 自我探索的过程 因为你随时随地都需要自己做很多决定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商量 就会觉得蛮孤单无助的 这家是西班牙的Tapas 至于我们为什么会选择 挪威峡湾这个航线 其实我们本来是想要去地中海 因为姐姐从去年开始就一直说 她想去威尼斯 虽然我已经去过威尼斯两次了 但是和不同的就地重游 有不同的感受 因为阿依达去威尼斯的航线 是从希腊的Kofu岛上船 我们全部12个人要搭 一大早的班机飞希腊 然后要等半天到傍晚的时候 才可以上船 还没有上船之前 我们大家就已经周车劳顿一番了 我跟老公觉得这样对阿嬷来说会太累 最后还是觉得直接在汉堡上船 比较轻松 阿依达这家船公司 它有十几艘船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航线 我们来看一下它最受欢迎的十个地区 是哪些航线 第十名是东南亚 第九名是非洲 第八名是东方 就是杜拜那边 第七名是波罗的海 第六名是地中海的东岸 第五名是加纳利群岛 第四名是地中海的西边 第三名是西欧 第二名是加勒比海 第一名 你们猜猜看是哪边 嘿嘿 应该是有点意想不到 第一名就是北欧 光是挪威峡湾就有好几个不同的航线了 我们来到Mark Restaurant 我们今天的早餐来Mark Restaurant吃 这家可能是乘客最喜欢的自助餐厅 因为这家餐厅在船尾的位置很多 有大片的玻璃 吃饭的时候可以一边欣赏宽阔的海景 或是两岸峡湾的风光 就如同餐厅的名字 这边的摆设装饰的蔬果 还有高挂在墙上的烟肉跟火腿都是蒸的 Visco 这不是高丽菜哦 就像你在充满新鲜食材的市场吃饭一样 一进门是甜点 这好像金字塔哦 也是Ice 风色的冰淇淇淇淇 还有一些上面的配料 水果水果 这边有肉肉 小孩子喜欢吃的面面 冷盘 它们每一餐都会整理的非常好看 面包 奶油 它们喜欢吃的那种冷的熏鱼 但是我们应该不喜欢 前面是老公 这也是德国人喜欢吃的 这个Rice Buffer 这是Gluten Fight的素的蛋糕 配着 它们刚刚馈阿嬷进来 哦 那我有一个很好的位置 好 那你有找到它吗 这边是热食 有炒面 这是红米饭 Fish 跟饭 小牛肉 Fox rice 这是熏鱼的冷盘 这是Mayer Reddish 叫做三葵 这个熏鱼看起来不错 这里有很多的熏坑猪油 这里的肉是现切的 东西真的喝很多 满满的 我们坐在哪边 我们坐在那个船尾那边 是炸鱼 这也是鱼 有很多鱼 尊丹 有看过你的视频吗 我现在正在拍 我是你的手机 哦谢谢 有点惊讶 可以在AIDA 遇到我们频道的观众 多年前 我们每次搭AIDA的时候 都是全船 唯一的亚洲人 桌上永远会有水 跟很多的酒杯 水杯 还有很多的Bush Day 刀叉 我们这位置超棒的 这却有亚洲人 我没看过 这边是船尾了 这边的视野很棒 我第一次搭AIDA的船的时候 开船的那天的晚会 主持人还特别跟全船的人 隆重的介绍 我们是从台湾来的 我们还被晚会的SPA-Lite照到 所以不得不要挥手跟全船的人打招呼 以前他们都有很多那个雕花 蔬菜雕花 这个蔬菜条是德国小孩最爱的 咖啡好像要钱 这里是蔬菜区 黑豆 灯菜 这是我们第二天的早餐 当然午餐跟晚餐也一样的丰盛 如果你吃得下的话 还有下午茶跟宵夜 对我来说 坐游轮旅游最大的缺点 就是没有饿的感觉 无时无刻都是饱的状态 还没有吐了 对啊 一次啊 有事都还没有正常化的 对啊 对啊 要上去 老妈来外面 没有花烧就好 在上一集影片 我有提到我认为AIDA有浓浓的德国特色 综合我搭过的几家邮轮的经验 归纳出AIDA有德国特色的七个方面 这七个方面并不是说别家邮轮就不具备啦 只是说AIDA在这七个方面比别家更加特别一点点 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 是我的主观意见啦 就给大家做个参考 AIDA的第一个德国特色就是它的食物的新鲜度 和环境的整洁度特别高 我承认德国并不是什么美食王国 但是德国人对于食物食材的新鲜度 和环境的整洁度要求的标准很高 食物的烹调和口味说不上是顶级 但是食材的新鲜度是有保障的 我们有做过其他的高档游轮 也许他们在装潢上看起来比较奢华 但是细节的整洁并没有像AIDA这么的细腻 我用手感应就可以了 每个公共空间都有安排人去维持它的整洁状态 餐厅摆放食物的地方随时都有人会整理 楼梯间公共厕所 无时无刻都非常的干净 第二个很有德国特色的地方 是AIDA游轮在环保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到底的 然后这个门也都是到底的 我是在船上的房间看他们的船只介绍影片 才知道它的排水设施 洗衣服洗毛巾的废水管理 排到海里面的废水都是干净的 同时他们也期许某年之后的船只都可以是电动的 第三个很有德国特色的地方 是它的乘客动线进出的管理很有效率 我们曾经坐过其他的豪华游轮 他们在上下船的等待时间 有的都很长 有的豪华游轮在上岸的时候要坐接驳小船 那因为小船就晃得比较厉害 我们家姐姐就曾经在接驳小船上吐到不行 刚好是在船尾 我每次坐AIDA下船都有宽广的通道 而且上船跟下船都不会排很久 船上的餐厅入场也都不会排太久 因为德国人在这种动线规划 还有人群分流这种事情上的管理 是他们的强项 AIDA的第四个很有德国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非常的看重家庭 和对儿童的重视 就是非常的family friendly的一个邮轮 因为德国本身就是一个在各方面 都有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家庭的国家 在教育医疗方面给予小朋友的保障 可说是全世界数一数二 每一艘AIDA的船都有给儿童很大的优惠 就像在德国 小孩一出生每个月都有250欧元的儿童金 最多可以领到25岁 如果小孩还要继续读书的话 AIDA船上给儿童还有青少年设计的设施 还有他们组织的活动都非常的丰富多元 当然前提是小朋友要会点德文 这样子参加他们的活动才会比较好玩 AIDA的邮轮就是希望可以合家同乐 不管是金钱上或是精神上 都不让父母觉得带小孩度假是一种负担 船上有不同年纪的托儿服务 父母可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去高档餐厅 烛光晚餐 去做SPA 去健身房 去按摩 去 sauna 我跟阿嬷刚刚在这边看海聊天 我跟阿嬷刚刚在这边看海聊天 我跟阿嬷刚刚在这边看海 就觉得心胸很开口 因为这边真的一望无际 第五个阿嬷达非常德国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种平等的氛围 还有高度的一致性 阿嬷达的十几艘游轮上面的设备都大同小异 连餐厅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装潢也都差不多 它的船身画的这些标记图案都一样 充分体现德国人的死板 想想看你如果是船公司的老板 你会把你们公司的每一艘船都盖得一模一样吗 船上的氛围也是比较平等的 除了付费餐厅之外 其他的buffet餐厅都大同小异 大家都可以坐得到位子 也比较不会有抢食的情形 如果是坐英国的船的话 在同一家餐厅就有非常明显的阶级意识 就是我们到岸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到岸的行程 然后我们在房间的电脑里面 可以看到它很多行程 你就可以看好某一个行程 然后来这边预定 这边有一个bar 这些bar都是要钱的 但是因为他们德国人出来度假 都很舍得花钱 这里是二楼的剧场的位置 这边也蛮舒服的 还知道在这边吗 那边也有枯痕啊 蛮舒服的耶 这个沙发 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的剧场 第六个德国特色 就是AIDA的设计风格和空间配置 比较务实 哇你看这个沙发看起来好舒服喔 还有海明威弄卷 对啊海明威弄卷耶 我现在已经看书了耶 对啊 而且就是一个一个 美人一个这个 卡比呢 然后这边是AIDA的shop 我觉得AIDA比较不是华人或亚洲人喜欢的那种 很大很奢华的游轮风格 它里面的赌场和赌博机器所占的面积比较小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德国游轮的特色呢 就是里面不会有太浮夸的设计 以明亮舒适食用为主 比较少看到金碧辉煌 或是奢华浮夸的设计 每一个角落的设计是有美感的 但是比较务实一点 比较不会太浮夸 我对手表比较明显 可能少是可以看一下的 好像那个有珍珠的还蛮好看的 这个爱星435 这个毛也蛮好看的耶 这里有好多 这里都是珠宝首饰 太阳眼镜 妮威亚的防晒 这里是楼梯 然后它这边有六台电梯 就是每次要搭电梯都要等很久 逛街了 这里有很多衣服鞋子包包 有 有 有 这是它的魔术方块 然后还有AIDA的佩阿勒 模型船 34.95 AIDA游轮 最后一个很有德国特色的 第七个重点 就是它上面的乘客 都是德国人 所以素质非常整齐 逛完了服饰店 旁边有一个 美法沙龙 香水 是专门卖香水的 现在做美甲好像很流行 在主要舞台旁边有表演的时候 也会有美甲的摊位 专卖店 AIDA游轮上面每天下午或是晚上会有社交舞的基本部教学 我每次来都忘记带舞鞋来 除了我们家姐姐还没学社交舞之外 我跟我妈妈还有我阿嬷 我们大家都会跳社交舞 所以如果这边有社交舞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这边玩一玩 但我必须说 这边的社交舞课 是给真的完全没有学过的人 如果你已经有点基础的话 应该会觉得蛮无聊的 刚好遇到这个老师又很混 早年我们搭AIDA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全传唯一的一群亚洲人 刚刚不是说他们主持人有特别介绍我们吗 然后就会有曾经去过台湾的德国人来找我们攀谈 对我们说他们觉得对台湾的印象很好 AIDA算是在德国数一数二有名的邮轮公司 姐姐和弟弟的同学朋友都有蛮多人都搭过 还有老公公司的同事也有人搭过 以德国人本身对度假方式的执着 如果他们觉得不错的话 成为老主顾的可能性很高 我们曾经在船上有遇过 有人都已经搭了第八次了 这里是一个啤酒屋 我们来到外面的主题 今天的晚上的主题 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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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章真的令我永生难忘 因为他整个船上的广播 电视上显示的字 所有的书刊物旅游的介绍 所有表演活动主持人说的话 全部都是德文的 我跟姐姐等于是进入了一种东亚模式 要参与船上的各种活动都卡卡的 但我发现这次来 已经有一点点东西是英文的了 这个是豆子的豆泥 也许随着德国外来人口的变多 船上的语言也不再只有是德文 但是房间营幕上的选项虽然有英文的 很多点进去都还是德文的 他们吃肉都要加这个肉汁 还有羊排 小孩子都最喜欢Polmes AIDA船上的服务生很多都是菲律宾人 像是餐厅的服务员或是房屋 所以跟他们讲英文都是OK的 在最后一天的海上航行的时候 我也约了一个船上的按摩师的按摩服务 他就直接跟我讲英文了 邮轮上有非常多样化的活动 如果你完全不会德文的话 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参加 也会少了很多乐趣 船靠岸的时候也会有非常多的 一日游的旅行团可以参加 有冒险团 有登山团 骑脚车团 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强烈建议还是要会一点点德文 来搭这艘船才会较乐趣哦 这边可以加蜂蜜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茶 这是牛奶 这是热水 这边的这种泡的咖啡 这是没咖啡的 这是有咖啡 这种是不用钱的 但是晚餐的咖啡机是要钱 这边都是茶叶 疫情之前我有在健身房运动 在那边我有认识一个亚洲朋友 他也搭过好几个不同的邮轮 有一次我们在聊最喜欢的邮轮跟最不喜欢的邮轮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他居然说阿依达是他最不喜欢的邮轮 你猜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去搭邮轮每次也都是一票人的家族旅游 他们有二十几个人 因为阿依达上面都是德国人 德国人对喧哗声的容忍度比较低 他们所到之处都有德国人嫌他们太吵 后来还请了阿依达的主管来跟他们沟通 双方闹得有点不愉快 然而他们去搭美国的邮轮 因为上面的乘客都来自不同的国家 对于噪音的容忍度比较没那么严格 他们大声喧哗也没有人去抱怨 就觉得这样比较自由 他的理由是因为家人难得聚在一起 平常讲话就习惯比较大声 再加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就会更大声 然而出来玩就是要开开心心的聊天大笑 他们受不了德国人规矩太多了 哈喽 哈喽 我现在在阿依达佩阿拉 珍珠 珍珠 对 这边是15楼的beach club 这边有一个人造的海滩 等一下我们这边会有一种舞台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在这边叫 这样子就是我们第二天在海上航行的一天 还有太多船上好玩的东西 来不及跟大家介绍 今天非常谢谢你的观看 记得帮我按个赞再走咯 那我们就下次见吧 拜拜